日本福島核廢水8月24日起排海 中國多次表達不滿 中日關係再吹緊張 日本駐華大使館在8月26日 就在微博上傳了一篇路透社新聞的截圖 轉發香港壽司狼分店 仍然帶排長龍的新聞和照片 講話為理性的香港消費者們點贈 有內地網民對此留言說 今天想趁未有污染吃多些 你再過一天去看看 這些是去退卡的 240日後看看他們還有沒有排隊 挑撥離間了吧